国盟主席穆尤丁对内政部和联合政府撤回有关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的上诉决定 表示失望和担忧 该决定引发了一系列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徒权益和公众利益的关切 根据事情的来龙去脉 吉隆坡高庭在2021年3月10日裁定 沙拉约马兰诺 麦拉纳基督教徒吉尔埃林 有权在宗教和教育课题上使用阿拉这个词汇 并裁决政府于1986年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 是错误的做法 因此马兰诺基督教徒有权使用阿拉这个词汇 吉尔埃林是在2008年11月5日从印尼亚加达抵达吉隆坡廉价机场中战时 其行李遭海关扣押 其中包括八章含有阿拉字眼的基督教教材光碟 然而国盟在执政期间不满高庭的这项裁决 并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挑战这一裁决 如今团结政府已经撤回上诉 不再挑战吉隆坡高庭两年前宣判 慕尤丁表示 他对该决定感到失望 并强调应该根据法律程序解决阿拉的问题 政府不应该干预 他称此举对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徒利益不敏感 他回忆起他在西蒙政府内担任内政部长时的经历 当时一位来自行动党的部长要求内政部在法庭之外解决这一宗案件 然而他坚决不同意这一建议 因为他认为案件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在法庭上裁决 他指出内政部当时的立场是此案应该由法庭决定 因为基督教宣传册中使用争主等词汇可能引发伊斯兰教徒的不安 对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慕尤丁提到当高等法院在2021年批准吉尔埃林的请求后 国盟政府认为该案应该上诉至上诉庭 他解释说这是法律程序的常规做法 任何对法院判决不满的一方都可以向更高法院提起上诉 而当时柔佛苏丹伊布拉辛和雪兰娥苏丹沙拉夫丁也对此表示了支持 然而慕尤丁表示对团结政府撤回这起涉及伊斯兰教敏感问题和公共利益的上诉决定感到失望 他强调应该让法庭根据法律程序来决定此案 并在政府就该问题做出任何政策决定之前等待法律程序的完成 慕尤丁指出 如果在上诉程序结束后 法院的判决仍然不利于政府 那么政府应该修改相关法律 以确保法律目的得以实施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各种宗教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 以及维护国家的公共秩序 他强调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是吉隆坡、纳敏和布城联邦直辖区的伊斯兰教领袖 而马来统治者则是各州属的伊斯兰教领袖 所以马来统治者在此事上所发出的预令 政府必须尊重 玻璃式宗教司拿多·阿斯里强调 上苍从未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 相反穆斯林不应干扰非穆斯林的祈祷 他在今日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示他早在2007年就发表了类似的文章 他认为 这个问题更多涉及地方事务或地方安全 与伊斯兰的禁令无关 他指出 玻璃式的伊斯兰裁决 在12年前的2008年6月15日做出 明确表示非穆斯林可以使用阿拉字眼 并称呼他们信仰的神明为阿拉 他还提到 在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 基督教徒和麦加的多神教徒 都使用阿拉来称呼他们的神明 一直延续至今 他说 阿拉伯的圣经中也包含了阿拉这个字眼 在约旦 黎巴嫩 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教堂也是如此 他指出 在马来西亚 除了基督教徒之外 西客教的圣经中也使用了阿拉这个字眼 同样的 其他非穆斯林在演唱周歌时也会出现阿拉这个字眼 例如雪兰俄州的周歌 他补充道 警方和国家武装部队的徽章上也印有阿拉和莫哈莫这两个字眼 而这些组织中也包括非穆斯林 而在沙拉月和沙巴的圣经中也使用了阿拉 而州政府也没有禁止使用 他强调说 在可兰经和圣行中 并没有反对任何人使用阿拉 即使是非穆斯林 上苍也会感谢 因为非穆斯林承认阿拉的存在 他说 在可兰经和圣行中 反对的是 将除争主以外的任何人或事物神话或崇拜 以及反对多神论 他还提到 伊斯兰思想中 也承认苦行地段 基督教堂 犹太教理拜堂和清征寺 都使用阿拉这个字眼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拿督斯里沙拉胡丁阿裕证实 周三十七日 召开的内阁会议将讨论去年高庭做出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允许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 他强调政府的决定将依据联邦宪法做出 根据联邦宪法 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联邦宗教 因此任何涉及伊斯兰课题时 马来西亚政府将坚定立场 绝不妥协 他敦促政治人物在这个问题上适可而止 不要玩弄火种 他说 这起事件发生在2021年 所以我认为不应过度政治化 他强调在当时并没有人说过那样的话 却强加了无端地指责 沙拉胡丁还强调 政府撤回高庭 裁决非穆斯林可使用阿拉字眼的上诉案 是通过国家司法体系做出的决定 首相安华指出 内阁将会就阿拉字眼课题 向统治者理事会提成建议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 内阁已获得国家元首陛下亮绿灯 针对阿拉字眼使用的政府指南 提成建议 他说 内阁会提交建议给统治者理事会 以圆满解决阿拉字眼的课题 针对马哈迪起诉他 发表敛财论的诽谤诉讼 安华已经提交了出庭通知 安华的律师阿里夫·本杰明 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表示司法专员加希拉 将于5月31日通过视讯会议 主持案件管理程序 此外 马哈迪今日再次指控首相安华 没有申报财产 根据反贪会于2018年11月24日的相关报告 安华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 没有申报收入或财产 马哈迪在文告中表示 他自己已经申报了财产 总值达到3235万令吉 其中包括三间房屋和其他资产 而安华在担任国会议员时 并没有申报收入或财产 安华今日在沙登农业博览馆 参加卫生部的开斋节庆祝活动时 再次被问及马哈迪 挑战他公开财产的问题 他拒绝再发表评论 表示自己懒得回应